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火啊 现在这个 对呀 特别火 好多人都在议论呢 姐妹们 FOS 我现在上班不方便通话 只能干着急 建个微信群 大家一起上班的 安迪 小三 这怎么可能啊 本来就不可能 不过事实有什么用啊 人们相信的是 他们愿意看到的主观真相 我找了个朋友帮忙扇贴 可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 帖子不但没扇 还变本加厉 连安迪工作的地方 都扒出来了 这个卫先生 是不是我上次见到 跟安迪吃饭的那个 为什么上次只有安迪的照片 却没有他的照片 还真是 看样子这个爆料人 跟他有关系 折腾这一处 主要是为了针对安迪 那怎么办 这样 我让安迪联系一下魏先生 看能不能找出幕后推手 在那之前 我们只能靠最原始的办法 手动辟药 心意就放不及安 别担心 有姐呢 姐露了秀的先生 看看形式再说 你跟小蚯蚓 赶紧也注册个账号 到上面说几句话 别等到这脏水破多了呀 想洗都洗不白 艾米 你跟财务说一下 让他们明天 把这个预算出给我 好的 森林 这个报告是刘思敏的 有好几个错误的地方 我都帮他圈出来了 让他看仔细 重新再做一份给我 好的 喂 方小妹 谢谢你啊 之前提醒我 我今天能够提前下班 要不要接上小关 一起吃个晚饭 吃什么饭呀 小关又被抓拆了 过去下班挺晚的 我更不行了 我现在正盯着 那个吴米你的贴子呢 我现在都已经自己 赤膊上阵 帮你扭转乾坤了 知道吗 其实这个帖子也没事的 这些人只不过是通过网络 发泄一下情绪而已 本来也不是真实的事情 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安迪姐姐呀 你出国太久了 你不知道现在网络 有多可怕 你没看见我刚才给你 发的小视频吗 你看他们都怎么说你 而且现在楼主 只贴了你的照片 楼里那些人 都是在骂你的 我觉得这帖子呀 就是针对你的 知道吗 我现在下班了啊 我先回家接着干 你也赶紧回来吧 咱俩一起商量 好 我们见面再聊 拜 看见网上帖子没有啊 就是把小三的那个 就是安迪吧 平时看他两兵兵的 好像他名校毕业 为了华尔街履历多了不起 没想到 竟然做这种事 装的人无人啊 没想到竟然为了钱 去当小三 还把人家正派女朋友 往私里逼 安迪好 安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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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